好的 欢迎回来guess的看一期少期的玩具评测视频 那今天呢 我们来介绍的内容是 这个DELUX FANTASY LAZE BUCKLE 就是假面骑士giz后期剧情里面登场的幻想代扣 还是用外力啊 我们先来快速的开销包装 正面 左边 右边 上面 下面 背面 因为这个产品是一个PP限定产品 所以它的峰绘也是特别设计过了 正面 背面 分别是女儿和爸爸不一样的峰绘 那么外包装介绍签到这里 我先把它打开 看一下本体表现如何吧 那么打开了之后 里面内容物一共就是这么多 一个幻想代扣本体 以及一个假面骑士gago的变身核心ID 核心ID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 跟之前我们介绍的这些ID都是差不多的感觉 正面图案的蓝色也是一个金属蓝 看起来更亮一些 然后看到代扣本体 整体的涂装面积还算是非常大的 正面看过去的所有金色部分 包括转盘 还有握把处 全部都是涂装 底部就用的是塑料成型色了 它的涂装数量其实比武神之刃都要多 背后并没有任何的发声机构 而且其实从结构大家可以看出来 幻想代扣其实改的是忍者代扣 甚至包括里面这个转轮它们的形状也都是一样的 玩法也都差不多 直接拉动拉改 松手 正面的魔法正就会进行旋转 这个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毕竟跟忍者的结构是一样的 我们来跟腰带进行一下联动 变身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跟忍者代扣不一样的地方了 忍者代扣是拉动拉杆把这个拉杆往回走的时候触发位点 而幻想代扣直接拉动拉杆就可以触发位点了 听一下必杀音效 好 音效只有这两个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代扣 里面并没有任何发声机构 也没有什么特殊玩法 然后再来试一下跟其他代扣联动 当然必杀都是可以触发的 我 quase不知道 正面并没有任何攻击 而且来试一下 感谢 難得見 忍者 ready fight set set blackgeneral puttingsword 准备 Fight Fantasy Booster Fantasy Booster Boost Tactical Impact Fantasy Fantasy Tactical Last Fantasy Booster 整体玩法就是这么多 并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玩法 毕竟它就算是PB贩卖 也只是一个普通的DX产品 大家就看个造型 能够还原剧中的一些操作玩法 就相对比较满足了吧 也期待一下万代之后 会不会出幻想代扣的台词版本吧 好 那么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三连加关注 我是Gas 我们下一期再见 Fantasy Squad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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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